男人的外卖到了 打开房门却赫然出现了一位漂亮大婶 大婶想进去 男人却一直拦着 望着地上摆着的两男一女的鞋子 女人内心泛起了嘀咕 你们三个人到底在屋子里干什么坏事呢 时间回到一天前 结婚十年的老公亲口说不爱妻子 关心是假的 甜蜜是假的 连微笑都是对着镜子每天练出来的 女人的心碎了 虽然知道丈夫在骗自己 可她还是希望男人能骗自己一辈子 采源回到警局 稍微的当年东西去 这样一来 只能照着证据的彻底消失了 第二天 都贤秀都齐燕和钢太 开启了第一次会议 根据齐燕会议 当年的葬礼上 神秘人哭得死去过来 她说她欠了爸爸一个人情 十八年过去了 齐燕已经无法借起对方的长相 男人将话锐交给自己 说只能带来好运 本来她还留下了电话号码 但去年稀散的时候 不小心搓掉了 另一面 警察也在探讨当年的案子 这美术被绑了那天 都明朔和都贤秀一直待在一起 被安开车去了很多地方 也就是说 都明朔并没有作案时间 这些漫步惊心的话 让闻散源灵光一闪 宝贝使用的车子是都明朔的 但都明朔一直跟儿子开着车 这证明 都明朔在某个时候 将车钥匙交给了神秘人 也就是说 案发当天 都贤秀也应该和神秘人碰过面 为了将这个关键信息告诉丈夫 他赶忙跑到几人的秘密基地 但刚才打开钢门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房间里的贤秀 慌得一批 恨不得躲进马桶 可他还是整理了情绪 故作淡片地跟老婆打起了招呼 贤秀晃着自己在帮记者刚才 树立案情 采源没多问 只是提出了情报交换 原来贤秀在神秘人的通话录音里 发现了一段极富节奏的敲打声 刚才很希望警察能利用行政手段 帮忙查到声音的源头 采源答应了下来 随后开始一扬惯气 说杀人狂的共犯 很有可能是都贤秀 此时素在一旁的都情愿爆发了 他说弟弟是冤枉的 还差点把马英龙是自己杀了的事儿 一股脑说出来 眼看大事不妙 贤秀故意扔去杯子 打断了几个谈话 这场会议就这样 不话而散 回去了路上 采源引导丈夫 将神秘人和杜明硕 交换车钥匙的事情说了出来 也就是说 杜贤秀一定见过这个真凶 下时 一幕幕场景在贤秀的脑中飞锁闪过 他的意识开始溜耗 潜惜找到过马路的行人 晚上 声音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警察并没有猜到那段声音的来源 不过 他们在背景中发现了另一句模糊的语言 贤秀听了好几遍 突然想起 这是酒吧里 酒保问客人 需不需要烟灰钢的声音 这么看来 那段敲击声是酒保在打磨冰块 此时眼前的一切都清晰了起来 神秘人在酒吧 碰掉了爸爸的衣服 爸爸趁机将车钥匙交给了男人 看来只要找到当初的酒保 就能找到神秘人的线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磨冰块